今天上的课呢 我觉得我们录的部分 中间太零 所以有一些没有讲课的场景也录下来 这样我上传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现在把它变成只有讲课的部分录影 没有讲课的部分就不要录影 这样我上传会比较方便 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 把李宏益的课程从头到尾 用一小段一小段的方式来看过 首先机器学习其实是在寻找函数 那他寻找的函数像语音辨识 就是要把语音转成字串 那影像辨识的话 就把影像转成一个物体的类别 类别可能会用字远描述 或通常就是一个代号 那就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那要下棋的话可能就是把整个棋盘矩阵 看过之后然后决定要下哪一子 转成一个位置 那函数的形态有不同 它通常会分成两类 一种叫regulation 一种叫做classification 那regulation就是属于我想要预测 接下来的指挥是什么 比如说股市预测 那就是regulation 天气的温度预测 这是regulation PM2.5的预测 粉层粒子的预测 这是regulation 它的浓度 classification呢 它就是分类 所以就是可能输出的 要么是yes no这种两类的 或者是到底是猫还是狗还是猪 那这种很多类的 那这称为classification 那如果是下棋的话 其实它就是比较大一点的classification 因为我要预测的是下一子要下哪里 它以这个棋盘而言是19乘19 所以就是我们要预测下一子 要下在这19乘19格的哪里 当然不能够已经下在已经有子的地方 那这边我们跳过 这边我觉得比较不重要 我们直接跳过 那我们不管是在找函数 还是在找点 其实最后都是在找最好的一个值 那找点和找函数基本上是一样的观念 只是找函数的时候 它会有用一堆参数来决定那个函数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找点或找函数 我都是去调整位置 那我在爬三远算法的时候是调位置 可是在神经网路上面 我是调那个权重 调参数的权重 那些W 只是它很高位而已 其实它还是在调点 那我们去做梯度下降法的时候 从这边不断的下降下降下降 那到这里通常就会停 那如果你动量够大 它会冲过去再往下 不过通常以这种高度而言 常常就会停掉 那梯度下降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种安点的情况 有可能也会停掉 所以如果它的梯度已经是水平而已 就是梯度是零 有可能也会停掉 那所以碰到这种最小值 区域最小值或者是安 或者是这种平的点 或者是这里都有可能会停掉 所以我们不见得能够找到最好的解 那我们去做梯度下降法 基本上它的数学公式就是这个 那我们在做最佳化的时候 梯度下降法的学习的时候 那它的如果这个是一个等高线图的话 那它会一直往低的方向走 一直往低的方向走 那它有可能是往低的方向走 走到这里之后 然后发现再从这边可以走到谷底 然后继续往下去走 那所以机器学习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概念 它就是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有一些具有参数 这些参数还没确定的 需要你调整的一个函数 那X是输入 Y是输出 那这些输入和输出 通常已经有资料了 这就是训练资料 或测试资料 那训练资料 有输入有输出 那你就可以从这些 已知的输入输出中 去学习 那我们希望使得它的损失最小 所谓损失就是 我的网路的预测的输出 跟你真正的输出 要越一致越好 那所以这里需要跑一个优化函数 那让它去调整那个权重之后 W之后 它的损失会越来越小 这就是我们用梯度下降法去做的 那最后是需要搭配反传递演算法才可以速度比较快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学习过程 就是梯度下降法的学习过程 那当你预测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的预测和你的真实 就会越来越接近 像这个图像这样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太多的数学 我们不想讲这么多的数学 那回到这个 你要怎么定义损失函数这件事情上面 OK 我们以往可能会用最小平方法之类的 但是如果针对预测类别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soft mass和close entropy 那最后优化之后 优化之后可能是最小平方法或close entropy 然后最后去优化 不管怎么样都找某一个 某一个损失的最小值 那我们也可能没办法一次把 所有的样本 统统都少过一遍 让记忆体负担太大 所以我们一次可能少一小批 而这样一小批的话就不会是整体的移动 而是一小批小批的移动 那方向可能就不会很固定 那这回到我们的机器学习框架 目前的倾向是从前用sicmoid效果不好 因为sicmoid是一个平滑来逼近这样的直线的函数 那可是它的有效区就只有这一小段 所以它的效果不太好 用铝路的话呢 它是有效区这里是一直往上去的 所以它的有效区比较大 所以它的效果常常会比较好 那这是sicmoid跟铝路之间的差别 那这是一些实验结果 那深度学习这个名词就是采用了铝路之后发现乘数可以越来越多 那在采用softmass 然后close entropy之后发现乘数越多不会失控 所以乘数慢慢就越来越多 从2012年的AlessNet有8成 到2014年的VGGNet有49成 到2014年的GoogleNet有22成 最后到2015年的RecisionNet有152成 那都还可以训练得出来 所以这就变深的网路 所以叫深度学习 那有时候再继续加深下去 不见得会有好处 所以深度是不能不见得会一直加深下去的 因为它可能会过泥河 所以我们之后会探讨怎么样避免过泥河的问题 那这一份投影片就看到这边 我们就分段的投影片来上传 这样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